对于刘家辉,这个名字可能许多年轻人不太熟悉。 不过当你看到他满眼正气的照片时, 肯定能想到他在剧中的人物。 他早年与李小龙师出同门,记忆精湛, 后放弃白领生活,开始自己的演艺生涯。 然而未来永远是未知的, 他的演艺录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。 他的处女作《杀猪虫威》的票房并不高, 并未让他一炮而红。 但也是这部电影让他进入了电影圈。 之后他又拍摄了陆爱才与黄飞红, 虽是主角,但没有红起来,也依旧不出名。 他的电影《鹿》走得很吃艰辛。 55年出生的他已经63岁了, 18岁时就登上了大荧幕。 在刘家梁的电影《杀猪虫威》中亮相。 因主演动作电影《少林三十六方》而被观众熟视。 之后也接拍了《少林大胖大师》、 《药坦资宝》等电影, 事业也是蒸蒸日上。 时间到了, 1987年香港功夫片的衰落, 邵氏公司也宣布停产不再拍摄电影。 刘家辉发展开始不顺, 只在电影里演配角或反派。 于是他决定转型到台湾电视圈发展, 在华市以拍古装片为主。 但也一直没有反响, 于是他从香港去台湾再回到香港, 最终还是回到了TVB。 最终在周星驰的《唐伯虎电丘香》中, 以《夺秘书生剑》打开知名度, 之后与刘德华、 郑少秋、 李嘉欣连妹主演的功夫电影《罪权三》中, 饰演剧中大反派列独军。 因为这两部剧也与周星驰, 刘德华解下深厚的友谊。 他创作过的经典反派数不胜数, 他就是刘家辉。 自2011年8月中风导致右边身体癫瘫后晚年却遭遇, 众叛亲离。 偏叛在床的他无人照料, 前助手却与家人上演争争闹剧, 刘家辉晚年可谓尝尽人间冷暖, 日前刘家辉通过法院向前助手追回了200万港元的救命钱。 都说好汉也怕病来磨。 自从五年前因老中风只有半身不随而入院后, 刘家辉的健康问题就牵动了万千英迷的心, 因为病痛曾经令他行动不变, 口齿不清, 甚至生命垂危。 更让他寒心的是, 中风入院后, 妻子不但没有到病床前照顾他, 还要求儿女向刘家辉索取每月5000元家用, 甚至霸占刘家辉唯一的资产, 是值800万的物业。 与此同时, 前助手更, 私吞, 了他近200万血汗钱。 前助理冯小姐病后惨遭妻儿离弃, 早前又同前女助手冯应华报出心钱纠纷, 更经文儿子与冯应华同一阵线一起出庭, 刘家辉激动报时致狂偶入院。 渐进家庭冷暖的刘家辉, 早前已在律师见证之下, 立下遗嘱, 真是唏嘘, 人生百年, 白居过戏。 人生一世, 草木一丘, 韶光一世, 白居过戏。 如此青春强健的肉体转顺皮包骨头, 形容枯骨, 在病床上挣扎求生。 人生的兴衰成败, 命运的变化莫测, 如梦如舞亦如变, 苍天又曾放过谁? 得意识高堂满座, 工愁交错, 质得欲满。 而今日, 盼卧孤床, 妻里子散, 好不凄惨。 好在, 人生曾结善缘, 生性豪爽的刘家辉朋友众多。 刘家辉自中风后, 也行动不便, 故味有在拍剧。 刘家辉的旧公司, 无限承诺会给刘家辉提供医疗费用, 并且安排他重游电视城。 片段中, 刘家辉常坐西人车, 去到将军游电视城, 好友凡一敏同行。 朱星驰和刘德华在他住院期间, 经常到医院探望, 并且还提供过不少经济帮助。 看到曾经意气风发的前辈如此气慌, 刘德华也是雷奔。 反话, 我会尽力帮他。 前阵子就爆出刘德华, 一直在暗中照顾蓝洁英, 不仅给他经济支持, 还给蓝洁英找心理医生。 这么多年, 刘家辉也是刘德华在照顾。 刘德华在他住院期间, 经常到医院探望, 并且还提供过不少经济帮助。 刘德华也是忍不住。